美食最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近年来养生概念抬头 素食经济的商业潜力正在崛起 许多餐饮业者看到发展空间 挑战目前相对小众的市场 像是福州这间餐馆 外观看似商业店面 推门一看却是内藏古典装潢 用餐环境古色古香 从器皿到茶具别具巧思 靠着细腻服务和菜色人气满满 冬日午后的商业街区悠闲宁静 走进长生街巷中的这一间素食小馆子 映入眼帘的装潢让人惊艳 早景雕花工艺精湛 仔细一看两层古厕切入其中 室内沉香味醇厚 让人邂逅繁忙都市中 久违的轻松氛围 我们店看到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个早景 当时我们在江西上的话 是收了一个不错 它是一个三寸的院子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古厕的主题物部分 那这个早景上面的话是供妇 打理店面的是一对姐妹 她们在福州开了这间素食料理店 希望将这里打造成像家一样舒适的空间 闻香品名无素 让涛客享受冬日里围炉煮茶的氛围感 短短不到两年时间 小店人气火红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感觉 你看颜色又很好看 少女的很好看 在不小城市 素食人口越来越年轻化 即便如此 素食在福州市场依然属于小众餐饮 但姐妹俩坚持做素食的初心 逐渐累积了一批稳定的回头客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感觉的这种物质吧 那我觉得她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视觉 我就觉得在这边吃饭 那吃饭的时候觉得汤家的菜品很精致很漂亮 也很好吃 那这个汤品的话 无论是定期的话会有更换 像这边的话里面就会有猫爪草 黄耳以及竹笙 这些比较养护的一些食材 这道菜的名字呢 它叫一口感冻 芝士里面的话会有一点点的芥末 那芥末的话 大家吃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这种辛辣 所以的话我们起的名字叫一口感冻 他们每天用最新鲜的空韵食材决定菜色 就在福州话里被称为和菜 逃客一边惬意聊天 一边等待当季食材上桌 享用食补的美味 虽然素食是店里最大的特色 但很多客人一走进店里 一待就是大半天 不仅仅是享受美食 馆内每一处细节处处接近 姐妹俩细心打造的餐室茶室 不仅都不尽相同 收藏的摆饰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延续着匠心工艺的手艺 当中更有台湾的传统工艺品 跨海而来 张思雨口中这位来自台湾的老师 叶文宇是台中人 也是一名陶瓷艺术家 多年来常居江西景德镇 代表作正是这只名为 香云站的香炉 有感于这里的素食文化 她特意为餐厅设计了一套名为 西食的餐具 这一套西服餐具就是 叶文宇老师给我们专能定制的 其实它是来自于这个 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我们就秉承这样的原理 那吃素食的时候 我们也尽量就是不浪费 如今除了美食 管理还经营着景德镇 柴烧器皿 中式馋服 城乡各类茶宾等 这里不只是一个 简单的用餐场所 而是一个多功能的 中式美学复合空间 姐妹俩分工有序 坚持掌柜文化 掌柜是传承的 就每一位来到的客人 其实都是我的朋友 我坐在自己的家里 自己的空间 在接待我的朋友 我会把我认为 最好的器皿 最好的茶 最漂亮的花 分享给所有来的客人 是这样 重视人情味和温度 把店像家一样 对待和经营 让涛客在这里 能够轻松自在地 融入身心 大而全是谁都想做的 包罗万象 众口难挑 特别是餐饮的声音 那我就只能选择 在我最了解的 最熟悉的客人 去给他提供 最精准的服务 养生概念抬头 素食经济的商业潜力 正在崛起 精挑细选的食材 透过细致的服务 餐饮业者费尽心思 要打造出 最舒适的用餐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